我們看這一體 這一體他說 如這個圖所示 三角形ABC中 這個是直角 然後呢 AB跟BC等長 所以這是一個等腰直角三角形 所以這個都各自是四十五度 這個都各自是四十五度 然後的話 他說 現在以AB 為邊做正三角形 這是一個正三角形ABD 所以每個角度都是六十度 這個都是六十度 這也是六十度 與這個正 以AB跟AC為邊 做這個正三角形 還有做這個正三角形 所以這個也是六十度 好 那麼現在 連接CD 跟BE 交由F 那問說 角CME 角CME 這個是幾度 這怎麼做 這個角度的話 是等於這兩個角度相加 這個外角等於兩眼內角的合 等於這兩個相加 好 那現在問題是 這個角度等於多少 這個角度的話 我們怎麼算 因為這邊跟這邊一樣 為什麼 因為這是一個正三角形 所以這邊跟這邊一樣 那這個是一個等腰直角三角形 這邊跟這邊一樣 所以這兩邊一樣 也就是CD 它跟VD 一樣 等於一三角形 所以這兩個角度一樣 這兩個角度一樣 好 那現在問題是 這個角度幾度 這個角度就是 90加60 這個角度 是150 150度 所以這兩個角加起來 是30度 因為三內角可能是180度 所以這個角是 15度 兩個加起來30 除以二是45度 好 這個角算不算 那我們看這個角是多少 這個角的話 現在 這個角是45度 怎麼看45度 沒有 30度講錯了 這個角30度 為什麼 因為這是一個什麼 這是一個等腰直角三角形 所以這一邊跟這邊一樣 然後這一邊跟這邊一樣 因為這個是一個正三角形 這兩邊一樣 所以這是一個真形 那真形的對角線 這個是對稱軸 就是說你當對稱軸 對折過來的話 A跟C會互相重提 也就是說 這個它是什麼 對稱軸 所以這兩個角是一樣的 這兩個角一樣 這個是60 因為這正三角形 所以這個是30度 好 這個30度 這個幾度呢 這個45 因為這是一個等腰直角三 45加60 所以這整個角度幾度 這整個角度 是等於45 加上60 所以是105 這是105 這是105度 加上30度 105加上30度 這是135度 然後三內角加起來180 所以180 8 減掉135 等於多少呢 7減3 是4 45度 所以這個角是45度 所以這個角是等於這兩個 外角等於兩圓內角 所以我就曉得 角CF1 等於多少 等於15度 加多少 45度 所以是等於60度 所以答案呢 是60度